ok 今天带大家看看这个三窝沙武汉神王战的现场 啊 录个vlog 虽然说我知道我拍这个vlog也没多少人看 但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啊 带大家感受感受这个氛围 带大家看看这个三窝沙玩家的众生相 嘿嘿嘿 这十张是里面的谁啊 还真不太清楚 这边是周二宾老师 周二宾老师 周二宾老师厉害了 这干嘛的呀 这三窝沙官方体罚这个玩家吗 他们做错了什么 两个中医欺负一个女孩 你要是不信医术老夫也懂些全角 还是我对我们家小胡好 别指西 我带你玩 你好 关老爷 可以蹦一下吗 可以蹦一下吗 可爱的 可以蹦两下吗 OK 可以用红沙吗 什么 可以用红沙吗 可以用红沙吗 可以红牌当沙吗 红牌当沙 我没有在演啊 我没有在演啊 五岁年迈见识游风 卧槽 好大 我们现在来找神医 小哥哥来把奈 不用演射 有什么尽管说 圣一虚 脾虚 干活啊 还好 还好 想问哲半老的一个问题 今天上午有一位玩家问我一个问题 我没答应来 就是在三国沙中获得和则盗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哎我好像记得 你别说我以前好像见过有类似的描述 有类似的描述 今天上午的时候那个玩家发问懵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好像操作者主体不同 然后产生一定的出说 不光是操作主体 我记得好像 是不是 比如说这个五股风灯 从五股风灯获得的牌 它到底算得到还是获得的 一般我们很少有技能描述是得到牌 对吧来说 大部分都是说当你获得牌时 来我们看啊 获得牌的概念是 一名角色将这些牌 移至其手牌区的操作 而得到的概念是 牌移至一名角色的手牌区 即其得到这些牌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反对量的 这个问题很有含金量 咬文嚼字一样 因为我记得 我记得他俩是会有区别 就像我经常讲的展示和亮出的区别 对对对 很多人默认展示和亮出是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就是高节版的 这个使用和打出 使用和打出其实区别还是很明显 还很简单 但是展示和亮出就稍微有些难的 获得和得到这个东西 其实大部分人默认是一样的 基本上咱实战 对而且实战中确实 基本上不是很需要用的 而使用和打出 肯定是实战中很常用的 那感谢这帮老师的解释 最后一开始要怎么挂 一步完成 对对 在这儿可以穿造过这个做一下 来开始 这就是这 这是什么 就是我也不知道 这是一把大刀 这个刀有点钝 有点像意大利炮 好 好 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这是正体答案 排除正体答案 大家看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闪电刀 不用扶 不用扶 合个影 博主来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骨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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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来一个 你帮我拍一下 画一下这个 看看小姐姐的手 画这个 我看着就画 画青龙爷的 我看着就好了 这个有点难度 这个有点难度 加油 这个有难度 买一个可以加一点体力 这怎么应该啊 画得怪胖了 胖了 胖了 可以可以 画低了 画低了 定了 我把你把它粘起来 对比一下 拿过来 对比一下 干嘛呀 其实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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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台打了一场娱乐赛 第一位 这个武装 那就牛逼了 老爷新家 肩不白来 好不好 三局两胜 双倍很高 谁赢前代走 怎么样 来放个狠话 狠话已经说完了 这个 今天晚上我们去医科学 对 老爷新家 第一把赢了 但是三局两胜 后面两把都输了 第一把赢了 但是三局两胜 后面两把都输了 二人 三局 对 对